大家好,我是林子綫 之前跟大家說Facebook或IG 也有說我去考健身教練牌 今天終於搞定了 終於開始了 那張衣服已經準備好了 SIR已經急不及待 在等著我,我也心情很緊張 來,一起跟我來頒獎吧 不是頒獎,頒獎 謝謝Ander,謝謝… 謝謝 紙綫在很多學生之中都很聰明 當然很多時候 譬如我們考了有幾部分的文化證書 是有理論和實踐的 理論方面是要讀書的 因為其實那本書也挺厚的 其實他最後… 為了擾事 他最後一哥才離開 即是他很認真 如果他看不看過 看清楚看錯 但其他學生 全部都很快去做完走 但不是說他不懂 是很認真地做一件事 我也很出乎意料之外 他認真 其實真的有點難度 不是玩的 對,很難的 我真的要讀書 即是不讀書 即是不知道的理論 現身的理論 所以都不清楚 到最後 至今都一定合格 最後的分數都可以接受到 可以的 第二部分… 這個才是重點 但第二部分… 因為我們做教練 這個證書很重要 就是要教學生怎樣 訓練、訓練、訓練、得到效果 其實這一部分 都是要說容易或難 很多時候自己訓練很容易 但教人就是這件事 不止先 當然是很聰明 各方面的訓練 教育方面 當然訓練法 都可以配合 到最後考試時 當然他分手都很高分 我不會 因為我 譬如今次 我以前考做健身 自己都會覺得很多東西都懂 但經過今次之後 原來學的東西 真是學無止境 即使我考了這個牌之後 做一個高級的健身牌 Marco Sir也想我繼續考 但有時間我會繼續過來考上去 那很多東西要學 包括Marco Sir自己都說 在健身界這麼多年 真是對現在他都在學習 那其實 開班手套真的很難 即那個知識要很強 還有即是學來 當是自己健身的就會 你說開班手套 即是譬如 玩健身 教別人健身的東西我會 但你說如果再教阿Sir那些 就難一點 喜歡的 請問大家 海報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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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